日查表妹拿我的照片替我相亲 天天发语音撩骚 等我回家 相亲对象提着一瓶可乐上门提亲 表妹在一旁起哄 哥哥真棒 表姐最喜欢喝可乐了 然后转头拉住我 语气不舍 你可得好好感谢我 忍痛把这么好的优质资源让给你 我傻了 眼前这个诡计多端的穷丑男人 他称之为优质资源 隔天 我那名副其实的优质资源男友抵达 表妹立马天天喊哥哥 男友 你谁 过年刚刚到家 我妈就告诉我 等成了 你得好好谢谢你大姨和你表妹 我吃笑了一声 我妈什么都好 就是看人的眼光有问题 大姨对我们各种嫌弃 他就觉得大姨是真心喜欢我们 两个人嫁得比较近 我一生了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而我妈只生了我一个女儿 他便自觉高我妈一等 处处对我们各种讥讽 之前他就给我张罗过好几个对象 但都被我机灵的忽悠过去 这次想必是他觉得我不好糊弄 就从我妈这里下手 居然还让表妹提前给我谈好 就等我回来就提亲 这是打算一点退路都不给我留啊 我沉思了一会 又看向我妈期待的面容 心想就借着这次机会 让我妈彻底看清我大姨的真面目 隔天 我妈一大早就张罗好了一大桌菜 然而等到饭菜凉透 我妈的面容也从期待到皱眉 传闻中的相亲对象 这才打着哈欠姗姗姗来迟 与之一起的 还有大姨和表妹 大姨几步走到我妈面前 高兴地说 小妹 人给你带来了 不仅人叫周正 长得也周正 你自己看是不是 我的目光落到传闻中 相亲对象周正身上 险些气笑 的确是周正 他整个人就像一坨正方形 正方形 啊不 周正将手里的一瓶大瓶可乐 递给我妈 语气很不耐烦 定亲礼 听说过定亲礼送金送银 没想到可乐也又成为定亲礼的一天 我妈的脸色难得沉下来 今天早上 她还觉得用可乐招待周正不好 特意去买了鲜榨的果汁 场面顿时有点尴尬 我大姨脸上堆起笑 伸手接下可乐 好孩子 还知道送礼 真有礼貌 小妹 这样有礼貌的小伙子可不多 我花好多心思呢 打扮精致的表妹 也亲热的挽起周正的手臂 甜甜的夸赞 哥哥真棒 表姐最喜欢喝可乐了呢 你们真是天生一对 周正被摇的享受 脸上愈发得意 我不知为何 想起我妈昨晚上 给我看的聊天记录 表妹用我的照片和名义 和周正聊骚 每次都是表妹开头 哥哥 人家来叫你起床了 哥哥 都是我不好 你不要不理人家好不好 人家离不开你 哥哥好厉害 哥哥最棒了 人家好喜欢哥哥 哥哥快点和我结婚好不好 不然我会特别伤心的 哥哥来我家提亲吧 我想早点和哥哥睡觉觉 知道的是两人在相亲 不知道的 还以为周正是皇帝 而安倩倩是费力巴结的妃子 想起安倩倩用我的名义 这么狂舔周正 我就恶心的想吐 我脸上渐渐没了笑容 但淡倒 不呢 我觉得你才和这位厉害的哥哥般配 我可比不上你 我不会叫哥哥 我特意加中了哥哥两个字 安倩倩愣住 周正顿时吃笑一声 脸上满事不屑 你装什么贞洁猎女 微信聊天 你都不知廉耻的叫了我多久了 我告诉你 我今天过来已经是很给你面子了 你不要不是好歹 我慢条斯里的拢了拢头发 哦 我可没有你微信 那个不知廉耻叫你哥哥的人 应该是我的表妹 不信你可以发一条消息看看 说完 我又将目光转向安倩倩 笑了笑 表妹 那个不知廉耻的人 应该是你 对吧 表妹顿时呆住 脸上的通红 瞪着我半天说不出话 周正将信江姨拿出手机发一条消息 马上安倩倩的手机便震动了一声 周正的脸顿时难看下来 粗声粗气的看向大姨 骂道 这到底怎么回事 你们耍我呢 我要去告诉我妈 让你这个烂妇吃不了兜着走 大姨顿时就急了 连忙上前安抚周正 讨好的说 你别急 你放心 这个漂亮媳妇一定是你的 我等我和他们说说 说完上前粗暴的扯住我和我妈 将我拉进了房间 啪了一声 用力甩上门 她愤怒的指责我妈 你怎么回事 不是让你告诉她 不要暴露倩倩的事 传出去你让倩倩以后还怎么嫁人 你这个小姨真恶毒 说完又将怒火对准我 还有你 我好心好意 给你找人好亲事 周正家里有钱 人长得也好 能嫁给她 是你几辈子修来的福气 我还不是怕你和你妈一样蠢 选择没本事的早死鬼 我的脸瞬间沉了下来 我妈更是气得胸膛起伏 我爸是个消防员 在一次出任务中 为了救小孩牺牲 我和我妈都当她是大英雄 从来没有因此认对过她 没有想到 在大姨的心中 我爸竟是这样的形象 我冷笑一声 既然她这么好 怎么不把安倩倩嫁过去 大姨顿时僵住 表妹在一旁红着眼睛 表姐 要不是担心你嫁不出去 我怎么舍得把周正这种优质男给你 我一心一意为你 没想到你还要反过来怪我 这话说的 倒像是我不是好歹了 可我太清楚 大姨一家贪婪的本性 如果周正条件真的好 他们怎么可能让给我 无非是想巴结上周正嫁 可是又不想安倩倩去受罪 所以才将主意打到我身上 难怪母女二人如此殷勤 正想着 我妈忽然发疯似的将大姨往外推 毕声道 你滚 我和你再也没有关系了 我算是看清楚了 你就是要把书一往火坑里推 你别想害我女儿 我妈从来都是温温柔柔的 我还是第一次看她如此发火 看来这次真的是气狠了 大姨被狼狈的推倒在地 艰难的爬起来 拍了拍身上的泥土 不满道 断绝关系就断绝关系 周正都不想嫁 你真当你女儿是天仙 不过是和你一样的克服命 你就等着她一辈子嫁出去吧 我妈碰了一声关上门 然后趴在桌子上 呜呜咽咽咽地哭 见我过来 她满脸愧意地拉住我的手 书一是妈没用 连累了你 因为我爸牺牲得早 我妈就被冠上克服的名号 连带着我也一同被认为克服 我妈之所以同意我表妹 用我的照片聊天 也是担心我嫁不出去 我看着我妈忧心忡忡的面容 拿出手机 点开和宋玉书的聊天页面 页面还停留在 她死期白赖 想到我家过年的对话 我想了想 发出一句 来我家过年吧 我妈想见你 那边瞬间发出一连串惊喜的表情 宋玉书 等我 马上出发 村里这几天格外躁动 隐隐约约像是有大事要发生 原本抠门的村长 忽然将村里的老房子都粉刷了一遍 还有各家的垃圾都回收掉 就连路边的杂草都起人清理了 而且 村里还耗费巨资 从外面买了迎宾树 红毯等等 这是要迎接大人物的准备呀 这到底是谁要来 要知道 去年市长下来视察都没这么大阵仗 村里议论纷纷 各种小道消息层出不穷 但一条消息最为可靠 据说是北京来的大官 而且最震惊的是 人家是来村里定儿媳妇的 听起来很荒谬 什么大官要在村里选儿媳妇 但村里的人却独信无疑 因为这个消息来自于我的大姨 也就是村长的媳妇 而且 我那逢任就叫哥哥表妹 这几天被大姨拎去省会城市 又是做头发 又是做美甲 连牙齿都洗了一遍 大一块把扮的家底都掏出来 看样子是非要表妹 选上这个大官媳妇不可 难得他们没有来找麻烦 我也乐得清静 打字问我男朋友 什么时候倒 那边很快回了一句 快了 带的东西多 有点麻烦 我甜甜的笑起来 我和宋云书其实相怨不久 刚进公司时 他穷得连饭都吃不起 靠我每顿街机才挺过来 后来发现他人不错 就顺理成章的项链了 他拥有的东西不多 但只要他有 他就会全部给我 我担心他这次来要掏空家底 便回道 东西随便拿点就行 我们家不看中那些 想起村里这几天的事 又嘱咐道 这几天好像有个大官 要来村里选儿媳妇 有点好笑 你闭着点 免得被认错徒增是非 那边诡异的沉默了很久 好办上才回一个好 大人物第二天来 大清早的 家家户户都已经开始忙活起来 按照商量好的 宴席摆在村长家 家家户户都要去帮忙 其实不必多说 听闻是选儿媳妇 家家户户有女儿的 恨不得半夜就开始忙活 我睡够了才慢腾腾的过去 刚到门口 就被表妹拦住了去路 看来大姨真是花了不少钱 表妹身上穿的衣服 都是像奶奶 表妹盯着我 眼神十分不满 你来干什么 也想来抢男人 连周正都看不上你 你还指望人家大官儿子 能看上你啊 前几天 周正特意来我家 将那瓶可乐要了回去 宣布他家不会要我做媳妇 因为他家已经拍上 大官家的千金小姐 而大官来选儿媳妇这件事 也是千金小姐透露给他们的 在经过大姨的嘴 传播了全村 我心下发笑 来了一个大官儿子不够 还来一个大官千金 这大官家是不是有什么毛病 我本来也不想帮忙 听见此话立刻懒懒道 那我走了 这傻逼的大型选妃现场 我一点也不想参与 其料安倩倩眼珠子转了一圈 恶毒道 我才不想让你偷懒 你去洗碗 不然我就告诉我爸 你们家不合群 村里讲究同心协力 而我妈熟悉了这里 也不太愿意跟着我去别处 所以我一点都不想给她惹麻烦 能让着就让着吧 我干脆利落地点头 朝着洗碗的地方走去 这时鞭炮声响起来 应该是那个传闻中的大官来了 表妹等人顿时一窝蜂地 朝着鞭炮处涌去 混乱中还有人摔在泥地里 发出一声尖叫 我想把这好笑的一幕 拍给宋玉书 摸了摸口袋 才发现自己手机忘带了 蹲到洗碗池边 我妈也在洗碗 看见我有点惊讶 她以为我也会去见见里打官 我麻利的洗碗一多晚 淡淡道 妈 我不去 旁边几个遗孤就笑起来 讥讽道 妈没本事 女儿也蠢笨 给机会都抓不住 怪不得一辈子没出息 就是 我女儿一宿没睡 就顾着打扮 她说这叫赢在起跑线 我也不懂这些 今天看到程淑义才明白 这女人懒 只能害自己一辈子 我妈听着难受不已 我握住她的手 正准备说些什么 忽然看见一大批人 朝这里赶来 为首的 正是我那好久不见的男朋友 这么久不见 他似乎帅了很多 他看见我双眼都亮了起来 然后抬起手 使劲朝我挥动 最后大声朝人群里 两个穿着滑跪的人大喊 爸妈 别找了 你们媳妇在这里洗碗呢 正恐却开评的女孩子们 不是说好的是大型选秀 怎么还内定了 正追着男朋友 叫哥哥的表妹 不是说好内定的人是我 宋云书几大步走到我身边 颇有些羞涩的说 书役 我爸妈也想见见你 所以动静大了些 我有点无语 他管这个叫动静大了些 安倩倩的嘴唇有点颤抖 不敢相信的说 云书哥哥 你刚刚说什么 宋云书回过头 很奇怪的看了他一眼 很纳闷 程书役是我女朋友 自然就是我爸妈的儿媳妇 还有 我一直都想问 你为什么要一直 茶里茶气的叫我哥哥 我根本没有妹妹 安倩倩的脸 一瞬间更白了 她勉强笑了笑 指着我 程书役是我表姐 我叫你胳膊是应该的 我淡淡的撩了撩额尖的发丝 你声势记错了 我们两家前几天 已经断绝关系了 安倩倩顿时甘大不已 她赶紧将我的手 从宋云书手里拽出来 亲热道 表姐 我们家只是和你们开个玩笑 怎会真的断绝关系呢 你永远都是我最喜欢的表姐 我用力将自己的手抽出来 冷笑 不好意思 我们家没有开玩笑 其料我这小绿茶表妹 却就是倒在了地上 阴阴地哭起来 表姐 我知道一直看不起我们家 但是你为什么要推我 好过分 人家疼死了 嘴上拐弯抹角地嘲讽我 眼睛却不自觉看向宋云书 手也半举在空中 一副要宋云书扶起来的模样 宋云书将手伸出去 安倩倩脸上一洗 正要借着力起来 却没想到 宋云书直接做了个假动作 然后又拉住了我的手 趁着安倩倩呆住的空隙 宋云书的妈妈陈景芳 简洁干脸 一看就是女强人 而爸爸宋伟安 则是长得一脸慈祥 大姨和村长 紧紧地跟在他们后面 以前的他们走路鼻孔朝天 而现如今 夫妻俩都是一副 点头哈腰的奴才样 感受到陈景芳打亮的目光 我面不改色地对上他 我一直以为 宋云书是一个穷小子 没想到他居然是隐形的官二代 但即使这样 我也不会做出 如同大姨他们一样的八戒模样 我喜欢的是宋云书 至于其他的任何外在助力 都与我无关 半赏陈景芳才收回目光 朝我点了点头 只不过态度依旧冷淡 当时宋伟安对我十分热情 笑着向我表示问候 然后问 原来你是村长的女儿 今天村长一直在夸你呢 这话一出 四周都有些尴尬的静默 我不是 地上躺着这位才是 我指了指安倩倩 宋伟安眉头皱起来 因为现在安倩倩的形象非常不雅观 为了更突出丰满的身材 安倩倩特意穿了短裙和低胸衣 现在整个人倒在地上 一片春光泄露 有不少村里光棍的目光 都贪婪的盯在上面 村长顿时沉下脸 大姨赶紧将安倩倩拉起来 骂道 你倒地上干嘛 赶紧起来 别丢人现眼 安倩倩依依不舍地看了眼宋余书 见她目光根本不看自己 这才不情不愿的起来 我们去吃饭吧 饭早就备好了 村长赶紧插开话题 说着将陈警方和宋伟安 两人引到主位上 然后自己打算 坐在里两人最近的地方 这时却被宋伟安轻轻拦住 宋伟安笑着问 亲家母呢 这位置还是留给亲家母比较好 村长递了个眼神给大姨 大姨一屁股已经做好了 见状又不甘心被站起来 善笑道 我这就去请她 她走到我妈身边 说话像命令一样 小妹去主桌那边吃 按规矩 我妈也应该去主桌吃饭 因为关系闹僵 大姨根本没给我和我妈安排席位 所以我和我妈还有宋余叔 就单独在一个小房间吃饭 不用了 大姨 我妈在这吃的挺好 我单单拒绝 我妈也连连点头 她一向没有什么主见 大姨不留痕迹的瞪了我一眼 然后不得不放下姿态 软了语气 小妹你去吧 你不去 你姐夫要打死我 村长是个典型的大男子主义者 一有不高兴就爱拿大姨撒气 常常都是我妈安慰她 但我妈对她这样好 她却一点都不知道感恩 反而常常瞧不起我 这回不叫她吃点教训 她便以为我们家都是软柿子 好捏呢 我吃笑一声 可是你被打死 和我妈有什么关系 咱们已经断绝关系了 听到这话 我妈原本松动的神色又冷下来 她也想起来 前几天这位好大姨的恶心嘴脸 大姨的表情瞬间变得极其尴尬 过了会 大姨捂着嘴哭起来 声声哀求 小妹你去吧 前几天是我老糊涂了 你就发发善心 原谅大姐吧 大姐知道错了 大姨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 完全没有往日高高在上 我打死自己好了 我欣赏了一会儿 见大姨脸颊高高肿起 而我妈实在不忍心了 才开口道 妈要去就去 我一个人在这里可以的 说完又看着大姨 冷淡道 断绝关系就是断绝关系 没得商量 要是以后被我发现 你又欺负我妈 就不会是今天这么简单了 宋云书握住我的手 立马接我的话 书役 你妈就是我妈 我不会让任何人欺负咱妈 说完眼神似有威力一般看向大姨 吓得我大姨浑身一颤 眼里不自觉流露出恐惧 然后连连点头 我妈走后 我瞪着宋云书 你怎么从来不告诉我 你的家庭情况 我一直以为你很穷 宋云书信信道 你没问过 我依旧瞪着他 宋云书这才露出委屈的表情 开始没必要说 后来我怕你知道后 会觉得咱俩不般配 我可不想你 因为这种理由和我分手 再说 我爸妈也快退休了 关小也没必要说 我低声询问他爸妈的职位 宋云书凑到我耳边说了几个字 我顿时瞪圆了眼睛 他管这叫关小 正惊讶 绿茶表妹进来了 他手里断了一碟开心果 放在我男朋友的面前 然后蹦蹦跳跳的说 这是开心果 我特意给哥哥送来的 希望哥哥以后的每一天都开开心心 说完还眨着眼睛看我男朋友 一脸等待夸奖的模样 开心果是我最喜欢吃的坚果 但也是安倩倩最喜欢吃的东西 每一次只要我和他一块出现 他就会将所有的开心果 都放进自己兜里 宋云书将开心果一到我面前 他知道我最喜欢吃 安倩倩的眼眶顿顿时就红了 委屈的说 哥哥 这是人家亲手给你包的 人家的手都伤到了 我不祈求哥哥能够喜欢我 但哥哥能不能不要糟蹋我的心意 安倩倩自顾自的说着 丝毫没有意识到 宋云书的脸已经沉下来 宋云书忽然一伸手 缓慢而优雅的抓起掌心的开心果 然后稍稍松手 看着被包了壳的开心果 一颗颗掉到地上 等到开心果都掉下去 他拍了拍手掌 冷笑道 糟蹋 这才叫糟蹋 本来还想给书一吃 不过你既然说是你亲手包的 那就不配了 安倩倩的脸瞬间白了 脸上露出难堪的神色 然后愿毒的弯了我一眼 我不明白 他弯我干啥 不过安倩倩的心理确实很强 即使这样他也没有离开 反而还在宋云书身边坐下 体贴温顺的给宋云书倒酒 宋云书自然不喝 安倩倩可怜巴巴的看着宋云书 倩就导 我知道哥哥讨厌我 是我不好 让哥哥讨厌了 我愿意自罚三杯酒 求哥哥原谅 说完 他又期待地看着宋云书 似乎是希望他能及时阻止 毕竟让一个女孩子罚酒 并不是绅士的行为 但他又一次预估错误 宋云书直接将一整瓶摆在他面前 非常不客气 正好书一不能喝酒 你爱喝就喝 安倩倩眼眶里泪水直打转 抽抽叶叶道 好 既然是哥哥想罚我 那我就算喝死 能让哥哥高兴也是极好的 宋云书温柔地给我加菜 半个眼封都没有给他 安倩倩一咬牙 迫不得已喝了一杯酒 见他喝完宋云书都不理他 安倩倩做出一副晕乎乎的模样 然后伸手将自己的衣领撩开了一些 嘴里换着宋云书 哥哥 我头好晕了 不仅如此 他的脑袋还精准地找到宋云书肩膀的方向 然后朝着那个方向倒下去 最后砰的一声 整个人倒在了地上 因为宋云书在最后一刻移开了身子 还顺便拉开了凳子 安倩倩摔得鼻青脸肿 我忍不住笑出了声 安倩倩终于爆发了 猛地从地上爬起来 歇斯底里 近乎疯狂 你们是故意的 我吃笑了一声 不装了 不柔柔弱弱地叫哥哥了 安倩倩愿独地瞪着我 恨得咬牙切齿 成书一 我告诉你 你别得意得太早 谁笑到最后还不一定呢 说完 怒气冲冲地离开 也许是意识到勾引宋云书这条路 根本行不通 安倩倩终于不再成天地 围着宋云书 我以为安倩倩已经放弃 但安倩倩的一席话 却又让我起了疑心 因为知道人家大官 根本就不是来选儿媳妇 而是来看我这个儿媳妇时 村里人不仅对我们家空前热情 而且依反常态 对安倩倩家都十分不满 要不是大姨 传出这个假消息 大家也不会白忙活一场 不仅没有选上 还在人家大官面前 丢尽了脸面 说起来就骚得慌 这天我正在路上走着 不知不觉就走到了村口 几个大妈正在闲聊 见到我时 脸上顿时露出巴结的神色 书一 你真有福气 找了个这么好的男朋友 就是就是 你刚出生时 我一瞅你就知道 是个天生好命的 说起来 你和你表妹同龄 但是她连你的一根手指头 都比不上 又没你漂亮 又没你能干 整天打扮得跟个妖精似的 一看就不是个正经人 安倩倩啊 有大妈露出鄙的神色 你是没看书一男朋友 刚来那几天 她成天不害臊的围着人家转 也不瞅瞅自己的脸 她可没有当官太太的命 我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 安倩倩纵使不好 但我也不会附和这些人 不过是想趁机巴结我而已 有些话随便听听就行 正要走 却发现站在角落里 神色阴毒的安倩倩 我不想理她 静止穿过她的身边 她却一把掐住我 显然愤怒到了极点 放手 否则我保证你会后悔 我警告她 安倩倩甩开手 瞪着我 程书一 你是不是很得意 自己找了个好老公 我咒了一下眉 我没有 我不明白 这有什么好得意的 即使宋云书一无所有 他依然是我的男朋友 我不会像安倩倩那般 把他和其他人做比较 然后平头平足 安倩倩冷笑了一声 哼 我告诉你 你得意不了多久的 宋云书喜欢你又怎么样 只要他家里人讨厌你 你照样不能嫁入豪门 我隐隐约约觉得很不对劲 冷声问你什么意思 安倩倩自觉自己占了上风 得意道 你还不知道吧 那大官家的千金小姐 已经被周正迷得神魂颠倒 人家说了 要去他妈跟前说你坏话 让他讨厌你 你说他妈是更相信自己女儿 还是一个要跟他抢儿子的女人 我暗暗垂下眼 自从那天的会面过后 陈警方就再也没有找过我 反而是宋伟安要见得多一些 虽然大家都不说 但谁都看得出来 陈警方对自己十分冷淡 难不成 他真的是听了女儿的话 今儿讨厌起自己 我并没有要讨好未来婆婆的意思 他单纯不喜欢我也就罢了 但若是真的因为别的人和事 才讨厌自己 那这是我不能容忍的 安倩倩得意地扬长而去 我悄悄地跟在他后面 虽然安倩倩这样说 但我不会蠢到直接相信 原以为不会有收获 没想到跟着跟着 却发现了一个大秘密 安倩倩居然是来到了 一座废弃的破房子里 而周正在里面等着 见到安倩倩 周正猴急地上去抱住人 手上一阵乱摸 安倩倩娇娇弱弱地喊 哥哥你别急吗 我让你办的事办好了吗 只要办好了 你怎么样摸都成 周正停下来 笑道 你放心 那个丑千金已经被我迷住了 答应会给那个死老太太告状 保准让他嫁不进去 安倩倩眼中闪过一丝满意 而后想了想 又恶毒道 我等不及了 我要让他彻底死心 后天小姨生日 他们要去成书一家吃饭 你让那个千金配合我 我们一起弄死成书一 周正眼中顿时露出猥琐的笑 一有所指的说 这样的话 那可就是另外的价钱了 安倩倩不满道 你什么意思 周正猥琐道 当然是想睡你 让我真正睡一次 我就答应你 安倩倩有点犹豫不决 周正便悠悠道 你要想清楚 要是嫁入豪门 你得到的可是想不尽的荣华富贵 睡一次算什么 安倩倩最终还是点头 和周正纠缠在一起 我悄悄的离开 到家后 我手支着脑袋 暗自思考着 宋云书凑过来 温柔的问我 怎么了 你上次说 你有一个姐姐 宋云书点了点头 那为什么这几天 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她 我纳闷的问 我有点好奇 什么样的千金小姐 才会被周正这种丑人 迷得神魂颠倒 宋云书扑的一声笑出来 因为她没来啊 她在欧洲留学呢 我张大了嘴巴 那被周正迷得神魂颠倒的那人是谁 意识到不对劲 我立马对宋云书 简述了一番今日发生的事 宋云书满脸震惊 发出来自灵魂的拷问 她为什么会觉得 只要赶走你 她就能嫁给我 我摇摇头 安倩倩从小就有一股莫名的自信 我不会轻饶她 她的语气带着询问 我知道她是在征求我的意见 我点了点头 她也该吃个教训了 我妈的生日很快到来 因为我即将嫁入豪门的原因 今年的生日办的比较大 来的人也出奇的多 生日宴正开到一半 正是人最多的时候 这时 安倩倩忽然跌跌撞撞的闯进来 鼻青脸肿 哭哭啼啼的说 出大事了 宋云林被程淑义找人打了 说完又揪着我 立声道 你这个狠心的人 你不配当宋云淑女朋友 众人都愣住了 宋云林好像是大官的女儿吗 陈景芳皱眉道 你确定 人呐 陈景芳一说话就是不怒自威 安倩倩不由得有些色缩 折指外面 众人都走到了外面 只见外面半死不活的 躺着一个有黑粗壮的女人 安倩倩扑到她面前 呜呜夜夜的哭 宋云林小姐啊 你怎么这么惨 这么善良 为了保护我 居然遭到成淑义的毒手 众人都有点沉默 毕竟这个女人 一点都看不出来千金的样子 陈景芳脸色严肃 宋伟安也皱着眉 于林呢 安倩倩连忙指着有黑女人 在这里啊 这时地上的女人忽然爬起来 面色恐惧 我不是宋云林 我是假的 我只是宋家的一个庸人 一时虚荣心作祟 我知道错了 安倩倩傻住了 宋云书从后面走上来 冷冷到 把你知道的一切说出来 不然就到老李去忏悔吧 女人更加恐惧 连忙说 我是这里的人 想嫁个好人家 所以就假扮小姐和周正好上了 后来周正找到我 说安倩倩想嫁给宋云书 要我配合在夫人面前 说成书一坏话 我只答应了 可是我没有办 因为我根本接触不到夫人 后来安倩倩又出主意 让我假装被成书一打 让她彻底嫁不进去 我不敢的 可是被少爷发现了 他让我将计就计配合 我错了 呜呜呜 安倩倩已经彻底傻住了 就连在一旁的周正也傻了 自己花了那么大力气哄的 居然是一个假千金 他简直快要气到吐血 陈警方严厉的目光 看向村长和大姨 冷笑道 你们还真是养了一个好女儿 竟然敢算计到我们头上 村长的脸瞬间白了 他费心讨好陈警方和宋伟安这么久 就是为了能巴结上他们 这个宠货女儿 一瞬间就将他苦心经营的一切全都毁了 养他还不如养条狗 养狗还知道包恩呢 这个宠货一天到晚就知道 给他惹麻烦 越想越气 村长走到安倩倩面前 狠狠的一巴掌扇下去 直扇的安倩倩半边脸颊高高肿起 安倩倩惨叫一声 不过现场并没有人同情他 我慢慢走到安倩倩面前 女气带着可怜 我最后再劝告你一句 给我老实点 不要再弄什么幺蛾子 否则只能是自讨苦吃 安倩倩极其不甘心地看向我 我便知道 他根本没有将我的话听进耳朵里 我以为安倩倩只是不甘心 没想到他就又给我出了一个难题 安倩倩将他与宋余叔亲热的照片 在村里贴了个遍 大一大早就带着一群人上门 声嘶力竭地要求 宋余叔娶安倩倩 对他负责 而安倩倩就负责在一旁阴阴的哭 一边哭一边说 宋余叔是大渣男 辜负他之类的话 村里的人大都淳朴 他们费尽心思这么搞 大多数人都相信了 愤愤地想为安倩倩讨一个公道 但是此刻宋余叔却站着我面前 说你相信我 我没有做过 他虽然表现得十分镇定 但到底是有点紧张 我将那张照片拿在手里 没人点点头 宋余叔睁大眼睛 有点惊讶 你相信我 我疑惑地看向他 为什么不相信 我知道你不是这种人 宋余叔便猛地拥抱住我 有点害怕地说 自从上次隐瞒我的家庭情况后 我就一直害怕你生我的气 我更怕你以后就不相信我了 幸好 幸好你还相信我 这个你打算怎么解决 我看向手中的照片 宋余叔的脸色十分难看 还没等到他开口 我便道 算了 这次我来 我本不想做一些对人不好的事 但安倩倩 你这次是真的惹到我了 我打开门 大一遍指着我 怒骂 程书役 快叫宋余叔出来负责 不要以为官大了不起 我一定要为我女儿讨一个公道 我走到他面前 一把揪住他的衣领 冷笑道 你们一家没完了是吧 行了 你要闹大 待会就别哭着回去 说完 我放开他 看着满满一村看热闹的人 开口道 各位 我给你们看一段有趣的视频 说完我将上次偷拍的 安倩倩和周正狗和的视频拿出来 公之于众 那次我原本已经离开 但是走了几步 又倒转回来拍了一段视频 如果不是安倩倩惹到我 我不会将这段视频拿出来 视频一出来 就如同往废水里浇入热油 瞬间就炸了 安倩倩死死盯着视频 她万万没想到 我会有这段视频 大姨的脸则是瞬间白了 她口中不自觉喃喃道 完了 全完了 没有人比她更清楚 若是安倩倩是一个清清白白的小姑娘 她的清白和委屈会有人在乎 也会有人无数人会为她出头 她站在道德之高点 但是这段视频一出来 她就是一个水性洋花的女人 没有人会在乎这种女人的说辞 不仅如此 他们反而会觉得宋玉淑可怜 被这样的女人纠缠上 果然 村民们嘲讽的眼神都落在安倩倩身上 有无一把把利剑 比谣言更可怕的 是更具有冲击性的谣言 大姨摇摇欲坠 指着我 程淑义 你真狠啊 你这是要毁了安倩倩一辈子 被当众爆出这样的丑闻 以后谁还会娶她呢 我抬手将她的手指推开 轻声道 我已经忍她很久了 大家都是成年人 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安倩倩尖叫一声 猛地朝我扑过来 嘴里喊着 程淑义 你这个贱人 我要杀了你 但是还没有等她到我面前 就被急匆匆跑过来 保护我的宋玉淑一把推开 狼狈地倒在地上 宋玉淑将我拥进怀里 姿态温柔无比 然后她将手里的照片 一把甩向众人 朗声道 大家看好 这才是照片的原样 之前的照片都是被处理过的 而如今的照片 亲力相拥的两人 变成了安倩倩和周正 她这话若是之前说 村里不会有任何一个人相信 只会觉得她在推卸责任 但是经过了视频这一出 大家都心照不宣地认同 安倩倩和周正的那种照片 才是真的 于是各种谴责的目光 都落在了安倩倩的身上 宋玉淑看到这种情形 对我竖起大拇指 书役 你真厉害 有你是我的福气 我笑了声 对宋玉淑的夸奖心愿接受 安倩倩瞪着眼看了我们好久 却是怎么都不愿意甘心 恨声问宋玉淑 我到底哪里不如她 你为什么喜欢她 不喜欢我 宋玉淑皱了一下眉 你怎么都明白 我不是在你和她中选择了她 我是在亿万人中选择了她 说完她又笑了笑 这不是比不比的上的问题 这是爱不爱的问题 安倩倩怨恨的目光 犹如独针一般 牢牢地定在我们身上 所有人都以为 安倩倩这辈子完了 所有人都觉得 她会嫁不出去 但是一个月后 村长却忽然宣布了 安倩倩要结婚的消息 而且结婚对象 令所有人都意想不到 她和周正结婚 我诧异地叫出声 有点不敢相信 因为在视频暴露出来之后 最恨她的人就是周正 因为这件事 周正家在整个地方都丢了脸 周正更是被她父母 狠狠收拾了一顿 关在家里不让出门 不过也幸亏不让她出门 不然依她残暴的性格 恐怕要亲自上门 将安倩倩打一顿 我妈点了点头 又悄悄地说 因为怀孕了 我瞬间了然 周家就周正一个儿子 但是周正三十好几了 以前也娶过几个老婆 只不过个个都没有孩子 后来因为忍受不了 周正跑了 据说周家人做梦 都盼着能有一个儿子 这番安倩倩的怀孕 确实值得让周家娶她 正说着 大姨却忽然上门了 手里提着一大袋东西 我立马警惕地看着她 防止她做妖 大姨干笑了声 拱着妖道 小妹 这是我亲自做的诺高 我特意做给你尝尝 我妈看着白白晶晶的诺高 表情忽然变得惆怅 我知道她又陷入了回忆里 我妈家里姐妹就两个 大姨和我妈 虽然女孩少 却并不受待见 小时候我妈常常吃不饱 大姨就会偷偷 做这种诺高给她 我妈特别感激 这也是为什么 后来大姨即使在过分 她都会原谅大姨的根本原因 大姨每次有求于我妈 都会做这种诺高 不过自从她嫁人后 就再也没有做过了 我妈叹了一口气 说吧 怎么了 大姨的眼眶立马就红了 断断续续的说是 还是安倩倩的事 周正虽然会取安倩倩 但是彩礼却一分都不给 甚至要她们家倒贴 大姨带着安倩倩上门理论 但是却发现 周家根本不把她们当亲家 对待安倩倩的态度更是恶劣 她担心安倩倩进门后 指不定会被欺负成什么样 这才来求我妈 准确来说 应该是来求我 只要我这个豪门儿媳妇 愿意开口罩 遗照安倩倩 那她在周家的日子 将会好上无数倍 我妈听完后承诺不语 若是她自己的事 她会答应 可是一旦涉及到我 她总担心会给我带来麻烦 大姨直接就跪了下来 小妹 你就帮帮安倩倩吧 我就她这么一个女儿 我不能眼睁睁的 看着她走上死路 我妈十分挣扎 我拍了拍我妈的肩膀 妈不用考虑我 你想答应就答应 我妈感激的看着我 然后对我大姨说 大姐最后一次了 这以后 我们都不要再联系了 这是彻彻底底的断绝关系了 大姨泪水流满眼眶 哽咽着点了点头 我将这件事告诉宋玉书 同样也告诉了陈景芳和宋伟安 既然借着别人的事 当然要让人家知道 宋玉书和宋伟安 不怪我是意料之中的事 但是让我没想到的是 陈景芳朝我单单说了句 这种事以后都不用说了 这是什么意思 把我当自家人了 大姨用最后一次情分 给安倩倩换来的美好人生 安倩倩却再一次抛弃了 婚席上 安倩倩偷偷跑了 而后 我在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方 发现了她 因为要筹备我和宋玉书的婚礼 宋家在市里买了套别墅 决定暂居这边 我也住到了别墅里 和宋玉书喜滋滋的筹备婚礼 这天我正在市区闲逛 却猛地瞪大了眼睛 因为在我面前 安倩倩正娇俏地 挽着未来公共宋伟安的手臂 像是撒娇的模样 我擦了擦自己的眼睛 恍惚间以为自己看花眼了 但是在看时 人还是那两个人 只不过这会变成 安倩倩撅着嘴 而宋玉安低下头亲了她一下 这两个人 怎么会勾搭到一块 我忽然想起 之前安倩倩逃婚的事 据说村长害怕 安倩倩又出什么幺蛾子 不仅将她关在屋子里 还专门顾了几个人看着她 在这么严密的看守中 也能逃出来 真的是安倩倩一个人的功劳吗 我跟着两人 直到看见他们 来到一处商品房 在外面站了几个小时 才又看见 宋玉安整理凌买的衣服 直到在村里发生了一系列的事 直到确定宋玉安彻底走后 我上前敲门 立马有人来打开门 娇滴滴地问 叔叔 是什么东西又忘在人家这 安倩倩愣住 我毫不犹豫地给了她一巴掌 我以为安倩倩会恼羞成怒 没想到她却笑起来 表姐 你以后可要叫我妈了 我冷冷地盯着她 安倩倩 你还要脸吗 安倩倩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 冷笑道 程叔毅 这是你们逼我的 说完她剥了剥头发 露出一个妩媚的笑容 既然做不成她的新娘 那我就做她娘 我深深地看了她一眼 不嫁去周家 你会后悔的 这句话仿佛点燃了安倩倩的怒火 她疯了似的说 你们都想害我 连我亲妈也一样 都逼着我往周家那个火坑跳 凭什么你程叔毅嫁入豪门 我就要和一个王八蛋在一起 我忽然吃笑了一声 讥讽地说 当初你兴冲冲替我聊天的时候 怎么不说周正是个王八蛋 安倩倩眼神闪躲 我再次讥讽 安倩倩 你恶不恶心 凭什么这世界上什么好东西 都应该是你的 别人就只配用你不要的东西 安倩倩眼神变得疯狂 本来就应该是我的 谁都不能和我抢 尤其是你 你更加不配和我抢 我看着疯狂的安倩倩 沉声警告 安倩倩 好好珍惜这段时间吧 接下来你不会有好日子过了 安倩倩却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 冷笑道 咱们走着瞧 我回到家 才发现出差的未来婆婆陈景芳回来了 难怪宋伟安这么匆忙的往回答 看着宋伟安殷勤的伺候陈景芳 我只觉得一阵恶心 宋云书看出了我的不是 连忙询问我的情况 我递给他一个眼神 他立马瞄懂 然后跟着我来到卧室 你到底怎么了 宋云书有点着急 我向他简述了一下刚刚看到的事 宋云书听完脸都轻了 他怎么也想不到 安倩倩居然会和自己爸勾搭在一起 这是绝对不能瞒着阿姨 而且必须让他亲眼看见 我严肃道 宋云书点了点头 同意我的想法 我们都是小辈 不好妄议长辈的恩怨 更何况对于陈景芳这种女强人来说 不会希望任何人替他做决定 而且只有亲眼看见 才能有最直观的感受 才不会受这么多年的感情羁绊 出现心软的情况 出轨绝对不能忍 我和宋云书私底下 一直调查安倩倩两人的踪迹 直到我们发现 两人每隔一周 就要去一次医院妇产科 这天两人出发后 我便想带着陈景芳过去 陈景芳盯着我 问去医院干什么 对于陈景芳这种历经臣服的人来说 当他专注看医人时 总会不自觉地给人压力 去看一出戏 我说 陈景芳想了一会儿 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到了医院 通过宋云书的指示 我将他带到了安倩倩和宋伟安后面 安倩倩一手摸着肚子 一手挽着宋伟安 嘟着嘴 叔叔 你最近怎么都不来看我了 是不是家里的母老虎回来了 孙伟安宠溺的 刮了刮安倩倩的鼻子 无奈道 什么都逃不过你的眼睛 安倩倩便咯咯咯笑起来 充满恶意的说 那母老虎要是知道我们早就在一起了 就连肚子里这孩子都是你的 会不会被气死 要是被气死也好 这样我就可以直接给叔叔当老婆了 倩倩最爱叔叔了 叔叔也爱宝贝 谢谢宝贝给我生孩子 能遇上宝贝 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 孙伟安脸上露出笑 那发自内心的笑容 就知道他所言非假 看来他对安倩倩还是用情之深 两个人拐了个弯 正好和后面的我们撞上 宋伟安当时脸就白了 安倩倩警惕的看了看我 然后用力挽起宋伟安的手臂 瞬间像是有了底气一般 得意道 被发现也是迟早的事 老太婆 我和你老公在一起了 你已经这么老了 该给我让位置了 其实陈警方不算老 若是撇开年龄 他甚至撑了上一句气质美女 我有些担忧的看向陈警方 很担心他会被安倩倩气死 但让我意外的是 陈警方很镇定 淡淡说离婚吧 按照合约来 宋伟安浑身颤抖 一时间脸上全是绝望 在看合约时 我才明白为何宋伟安如此绝望 因为主动出轨 所以他需要净身出户 从此他的个人资产为零 在宋家 真正有实权的人是陈警方 这也是宋伟安 为何要这么讨好他的原因 宋伟安颤抖着手不愿意牵 哀求的目光看向宋于书 宋于书却冷漠地将目光移开 宋伟安最终还是签下了协议书 他红着眼眶说 警方 对不起 可是我真的很爱安倩倩 遇到她 我才知道什么叫爱情 我忍不住笑出来 讥讽道 爱情 但愿过段日子 你还能这样说 没人比我更了解安倩倩 她这种小绿茶 最会猜男人心思 尤其是宋伟安这种 本身就需要一个弱女人 来衬托她强大的虚伪男人 可安倩倩在乎的 永远都不会是这种男人多爱她 而是这种男人 能给她带来什么 陈景方冷冷道 宋伟安 以后都不要再踏进宋家一步 你已经不是宋家的人了 宋伟安嘴角扯出一个凄惨的弧度 我们结婚时 也会签一份这种协议书 我不敢向你保证不会出轨 所以我会用协议约束自我 将来我出轨 我不仅会失去你 还会失去我的一切 宋伟安认真的说 顿了一会儿 他又说 你不要觉得我和妈妈绝情冷酷 在他出轨的时候 就表示已经放弃我们了 我们没必要为一个人 不值得的人流泪 我点了点头 安倩倩还是一脸宠溺 事实上 他现在除了安倩倩 什么都没有了 因为婚礼的准备工作 我又回了老家 但我没想到 一进村 就看了一出好戏 安倩倩挺着大肚子 和宋伟安 沿着村路一家一家找人乞讨 安倩倩手里端着碗 手肿得像馒头 好不容易敲开一家的门 安倩倩期待地拿起来 就见里面那女人一把冲出来 将她的碗摔碎了 女人十分凶恶 你们两个要不要脸 天天来 我又不是周家那大傻帽 还要搬白养儿子 此话一出 周围人都笑起来 这事还得从两个月前说起 宋伟安和陈景芳离婚后 就被兴奋过头的安倩倩 直接拉回了家 到处嚷嚷说 自己怀的是宋伟安的孩子 自己嫁入豪门 也成了官太太 此话一出 原本宣布和他断绝关系的村长 喜气洋洋地将两人迎回家住 得知村长有了大官女婿 四面八方的亲朋好友 都来巴戒安倩倩和宋伟安 安倩倩神气得不行 可是没想到是 宋伟安说的是大官 却一点事都办不成功 要人人没有 要钱钱没有 把大家伙都气得不行 在安倩倩的逼问之下 宋伟安这才说出事情 得知她现在就是 一无所有的穷光蛋 安倩倩当场就骑人过去了 醒来后 两人又被村长赶出了家门 大姨将自己的私房钱 都递给安倩倩 咬牙横道 我这日上辈子欠你的 我所有的钱都给你了 乍还完了 以后也不是你妈了 你多管 两人本想做点小生意 但是周家不干了 本来以为能敬个孙子 没想到却是别人的种 前段时间是因为忌惮宋伟安 不敢轻举妄动 眼见着宋伟安是拔了毛的凤凰不如鸡 周家心仇 家就恨一块算 两人干什么 周家破坏什么 将两人逼得不得不上门乞讨 周围人的笑声 让安倩倩气得发疯 他发疯似的 抽打身后的宋伟安 嘴里咒骂 你这个蠢货 没钱还敢连累我 我恨死你了 宋伟安满身是伤 自从被赶出村长家后 他几乎每天都要被打一顿 不是被疯子一样的安倩倩打 就是被其他人打 忽然他看见村口站着的我 瘸着腿费力的向我跑过来 书役 求求你 去告诉警方 我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不该鬼迷心窍的 说着说着 这个男人哭起来 我一点都不同情他 这是他应得的报应 他不会原谅你的 他恨你 我冷冷当 陈警方虽然嘴上不说 但对宋伟安的背叛 还是十分难过和伤心 这也导致他的身体越来越差 不得不将许多工作交给宋余叔 这才使得宋余叔 今天没办法陪自己过来 宋伟安正正了一会儿 泪水流了满脸 他低声喃喃道 是我对不起他 我对不起他 说着说着 他忽然发疯式地站起来 然后用力朝着一根 粗壮的电线杆撞去 发出烹的一声巨响 血乎了满脸 安倩倩惊叫一声 吓得晕厥过去 周家的人将两人送到了医院 宋伟安死了 安倩倩的胎已经保不住了 而在这时 前来医院探望的周正 忽然宣布一个害人的消息 周正要娶安倩倩 安倩倩醒过来后 听到这个消息 高兴得差点封过去 回到村里的每一刻 他都在后悔 为什么当初没有嫁给周正 而是听宋伟安的话 在新婚当天逃跑 造成今天这个坏局面 这是个好开头 预示着他人生的灰暗已经过去 即将要翻起新的篇章 他特意亲自给我送了一张禽铁 表姐 你说我以后都不会有好日子 我偏不信 你看 我的好日子马上就要开始了 安倩倩得意道 只要能找到一点反驳我的话 他就会无比兴奋 我看着禽铁 说是禽铁 就是一张纸 潦草至极 敷衍至极 清漫至极 我将禽铁还回去 我不去 安倩倩忽然抬头死死盯着我 笑道 表姐 你不会是不想看我幸福的模样吧 这可不是一个当解的该有的想法 我皱起眉头 你眼人都看得出 周正忽然转变的态度很有问题 安倩倩是真看不出来 还是假看不出来 沉思为一会儿 我最终道 好 我会去 安倩倩这才心满意足的离去 婚礼当天 我以为会很简陋 但是没想到却十分盛大 人来人往 十分热闹 我坐在角落处 脑海中不由得记起一些儿时的事情 大姨第一次带安倩倩来我家 那时安倩倩才四岁 从口袋里掏出一颗糖地给我 不过被大姨发现了 大姨打了她一巴掌 骂道 给别人干嘛 自己吃到嘴里才实在 蠢货 后面安倩倩再也没有给过我什么东西 想着想着 婚礼就开始了 这周正真有福气 又娶了个黄花闺女 听说家里做生意的 有钱得很 听到前面人的话 我觉得不对 难道娶的不是安倩倩 正想着 忽然看见周正和一旁的新娘子 心里的猜想成了真 竟然真的不是安倩倩 这时 安倩倩穿着又脏又破的红衣上闯出来 神色十分愤怒 周正 结婚你给我穿这个破衣服干嘛 周正笑起来 破鞋当然穿破衣服 周围有人笑出来 周正又大笑起来 再说了 我又不是和你结婚 我只是请你逗一逗大家笑而已 这是为了抱你之前逃婚之仇 怀着别人的孩子还敢骗我 我要你一辈子记得这个教训 安倩倩呆了呆 她慢吞吞的走到周正面前 然后猛的露出手中的水果刀 用力的朝腹部以下的地方扎了下去 旁边的新娘发出尖叫 安倩倩将刀子抽出来 看着周正捂着敏感处 疼得变色抽搐 她神色癫狂 我没有告诉你 其实我怀的孩子是你的 我准备等生出来做了检测再告诉你的 可是谁叫你那么心狠 亲手把她弄掉了呢 周正睁大眼睛 似乎是难以置信 安倩倩笑了笑 我在医院听见了 你让医生给我麻醉 然后把孩子弄掉了 既然你自己不要孩子 那就一辈子做个太监吧 安倩倩扔掉了刀子 然后倒在甲板上 嘴巴里流出鲜血 在来之前 她竟然自己服了毒药 在最后的生命里 她把目光朝向我 嘴唇动了动 我看见她的唇形 那是在说 表姐你赢了